並不是整體的 一邊不是專體 點進去還是華語啊 點進去華語 這個基本就做 這連半套就沒有 不要說做專套 這個連半套都沒有啊 所以你們還 這講今年第六年 有沒有講今年第六年 今年第六年 連這個基本的APP都還搞不定 都還在優化 這是一個有很大改善的空間啊 那另外呢 我還是要跟局長請教一下 那今年首創 可能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次請大使當代言人 比利時 新加坡 日本 沒什麼不好啦 但是局長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這個購物節這個華人 請這三個國家的來代言 對我們這個購物節本身啊 他實質上的幫忙 到底是什麼 請說明 是 包一座 那第一個是 他來的這些 拍攝的這些餐廳啊 景點啊 那現在都是網路 必須去找得出來的一個打卡勝地 這個對餐廳的這個行銷是非常好的 第二個 藉由我們大使 或代表這些的口中 來講我們台中的 不管是美食 還有一些景觀 還有一些文物的特色 這個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 非常具有說服力的 那譬如說 比個月好了啦 比利時 我實在搞不太懂為什麼會有 比利時出現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這個可能跟我們比較接近 這比利時怎麼找出來 他的意義是什麼 比利時因為在台中的 比利時的餐酒館 有一家是非常有名的 那當初我們是想用 異國的料理 來行銷 那當台中勾結特色 也可以啦 那我再請教你 你叫比利時也好 叫日本也好 叫新加坡也好 叫韓國也好 你到底是 要讓他們這些人 說住在台中 住在台灣的日本人 韓國人 新加坡人 比利時人來台中參加勾結 還是你真的有辦法去結合到 讓日本的觀光客 韓國的觀光客 新加坡的觀光客 甚至比利時的觀光客 也來到台中 你到底是哪一個用意啊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那你就要告訴我啦 我去幫你們查一下 你們這個台中通啊 你說Apple啊 你們這個購物節 這個購面啊 完全沒有結合觀光 完全沒有任何資質的描述啊 所以你告訴我 兩個都有 我來之後就要看這個啊 你的Apple裡面 完全任何一個 連觀光旅遊的什麼都沒有 那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住在台北的比利時人 看到了 來台中 他有什麼導覽沒有 那甚至呢 我們比較希望的城市行銷 國際化 城市行銷 那就是比較有新加坡人 日本人 韓國人 比利時人 各國人 都來到台中旅遊 那是100分啊 但是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啊 你只有這個想法 只有這個說法 賣向國際行銷啊 但是 實際作為零啊 所以 剛才黃索達議員說的 你要國際化 國際化我支持啊 怎麼有人沒有支持的 行銷台中沒有人會反對我們全力支持 但是我們看到的具體作為 很慘啊 很慘啊 局長 你跟我說啊 你有什麼 你這個勾結的app裡面 連一個網邊 連一個接 連一個連結到說 日本人 新加坡人 要怎麼來台中 七頭還是 來參加我們勾結 零呢 零琢磨呢 有嗎 你告訴我 我講零琢磨 你可以反駁我嗎 請說明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的指導 這個我們行銷的手段 當然除了活動本身 app也是其中間 另外一個是影片 我們這個 局長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我沒有講影片不好 我是講你們 到底有任何所謂行銷 國際城市裡面 你們app裡面連一個 連一個連結 讓他來台中觀光旅遊的 臨著墨啦 我跟你們說 你們就加一個說話 說我要國際化啦 叫三個人來拍拍啦 難怪黃索達議員 還有很多人都會懷疑啊 這個怎麼是為了 台中的國務卷在行銷 這根本就是 為了盧秀恩的春秋大夢嘛 那你要告訴我 不是為了盧秀恩的春秋大夢 你就要具體告訴我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的app根本 跟觀光旅遊 零結合 另外 局長 要跟他們說觀光 國際化 要跟他們說國際化 要有具體行為啦 不是 發聲音又說國際化 不是叫那些人 那些人說國際化啦 差太多了啦 這連半套就沒有啦 另外的 再跟繼續跟 局長 局長 這個購物節啊 再怎麼樣啊 我們在做個智慧城市 我們要大搞這個購物節啊 行動支付 是一個 也蠻重要的一個指標啊 那 在2024年 就今年的3月18號裡面 在財經做報 非現金支付 行動支付普及率裡面 他其實有提到一個概念 這是全台灣啦 全台灣啦 就是使用行動支付 局長 我們對行動支付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定義嗎 什麼叫行動支付啊 行動支付齁 不是電子支付啊 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就 所以講怎樣就綁在手機上的支付 只要這個就有啦 像我這個 按兩下我的信用卡就出來 這個就是啦 但是拿信用卡去不算喔 要用載具的信用卡這個才算喔 這叫行動支付 這叫行動支付 那其實 行動支付的定義很清楚 那根據術發部 不是術發局啦 術發部 這中央的啦 他在2023年的調查裡面 曾經使用行動支付啊 曾經喔 就不是說我每天用的啦 在2023年啦 局長 這數位部的統計資料 曾經使用過 行動支付經驗的 就是你幾年 2023年 用一次也算的啦 普及率達到多少了 你知道嗎 局長請說明 我們有調查一下資料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全台灣行動支付的平均使用率 36.58 這是112年的去年的 去年 但是我這個週刊裡面 他寫到去年曾經使用過的就算路 一定來到80.7%了 80.7% 80.7%很高 那另外呢 其實行政院曾經宣示過 我今天這個行政黨無關的啦 這在2017年 賴清德還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其實他就提出了一個行動支付普及率 在2025年目標達到90% 2025其實是明年啦 其實是明年 今年是2024啦 那如果按照速發部的統計事項裡面 在去年裡面 全國法用過行動支援 整年來這裡 3、6、6、7 用過一次就出現了 不是不一定要每天用啊 已經來到8成了 也就是說 他們認為 速發部的研究認為 在2025年 明年 就有可能達到所謂的九成的一個紀錄 做一個地匯的三次 台中市 做一個我們要撒這個國有節來說 我認為行動支付也是一個非常方便 重要 關鍵的一個指標 那我下了質詢條 來跟金發局調的資料 那在整個商圈齁 我就說全部啦 商圈齁在110年裡面 他的行動支付的 他的行動支付的比率啊 只有31% 那在111年37% 112年去年就46% 那在今年就48% 其實我們的行動支付的這商圈喔 這是你們局裡面給我的資料喔 所以呢 如果按照去年 全台灣都會用到八成 在2025年有望達成九成 那我們台中市 要做一個智慧城市 要推這個第六年的勾結 然後要邁向國際化 邁向國際化 邁向國際化 我們的行動支付裡面 根據金發局給我的資料 很慘啦 我們的商圈 到今年只有48% 距離90% 還有這麼大的距離 如果講到公有零售市場 那更慘我們只有18% 局長 行動支付 我記得 我兩三年前就跟你討論過 但是你們的進度非常緩慢 到現在只有48% 距離全國的標準 距離我們自許有一個智慧城市 還落後很多 局長您的看法如何 報告一座 如果依照全台灣的平均值 37% 37% 我們48% 還高過全台灣的平均值 那這個我們去調查 台北市 桃園市高雄市 台南市新竹市 北部是比較高啦 可是桃園 其實基本上也跟我們差不多 那我的意思說 這個也沒有說 我們要躲避這個責任 我意思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推會有一定的上限 那為什麼 有兩個原因 大家喜歡現金支付 商人員記者的 大家喜歡 他要用現金啦 你的勾結要吸引觀光客 人家沒有用現金 我們也希望 我們手機三個就不了 我現在是說現實 第一件事情 主局長 第一件事情 你引用的數據跟我引用的數據不一樣 我引用去的是訴發部統計的資料 去年使用過已經達到八成了 全國的目標在明年要達到九成 我們落後很多 你三個資料 我要尊重 我不能說你的價 但是我們的目標 2025年全國都是九成 我們還落後人家很多 我們現在商圈才48% 公友林所長只有18% 這個都會影響啦 請金發局加強努力 在下個時間交給王立任議員